还是上手吧 手比较快 而且弄得还比较方便 也够圆 好嘞 把它深一点 让这个根更深 防止它倒伏 好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已经把那个深的 然后就这样 直接摆在里面 就可以了 好了 就这样摆在里 摆一整圈 摆在一起就可以找 这几个是外根的 就是去年冬天熬过了 今年春天都开五十八芽了 就这样摆成一排 面一点没关系 因为它面一点的话 它开花会很急松的 这中间的空隙一塞一塞 就可以了 空隙一塞一塞 这还有这样的松叶的 看到吗 松叶的 前面是抹指线 这是松叶的 中间查一颗吧 好 这两边土就可以剥下来了 压实 不然的话有风吹它会摇摆 摇摆的时候根就容易烂 压实 然后这一颗呢 咱们就放在中间吧 好嘞 这几颗也都是 那咱们就把这个松叶母丹放中间 因为松叶母丹它的分支努力也很强 那我们就把它放中间 让它往上伸着涨就可以了 好 中间有一圈 我们再把它土埋上 让它往中间 往中间集中着涨 可以了 从这就做完了 把旁边的土呢 再往中间移一移 不然浇水的时候它也会再多下来 那往中间推一推 好嘞 准备这样就做完了 浇点水 从中间浇 从两边浇都可以 这水可以把这些土带下去的 好了 真的太棒了 等到开花我再给大家看 朋友们牵插也可以把它放在花盆的正中间来牵插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 好嘞 开花我们再见咯 哇 朋友们 这花开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还很大颗呢 看我的手放在这儿 看我的手放在这儿 花苞还有很多没开的呢 哎呀 真好看 还有很多花苞没开呢 太漂亮了 这是最好养的花了 太阳花马齿线 好嘞 继续再照顾它 早上晚上一定要喷点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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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看看 太阳 回头 回去看看